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斯坦娜的继承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基本语法 它的基本语法跟甲瓦完全一样 什么写呢 斯坦娜纸类的名称 Extence 然后负类里面是我们的类体 语法没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为了让大家来学习 还是按我们的老套路 来做一个快速入门 然后往里面追细节 对 说它的原理 那首先我们来看 斯坦娜的一个快速入门 请编写一个student 继承person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我有student来继承person 体验一下斯坦娜继承的特色 这一段代码非常简单 为了省时间我直接拿过来了 OK 我现在新建 我们现在是第几个章节 还是第七个章节 同学们 那现在因为讲的是继承 因此我专门新建一个包 叫Extence 但是这个名字咱用不了 我就写个叫MyExtence 朋友们 现在我们写第一个案例 Extence 好的 01 对不对 这是我的第一个案例 那第一个案例呢 我们来给大家简单的过一下 请看这段代码 非常的简单 这里是一个类 这是个person类 这个对我们来说没有难度 里面呢 我写了有方法 有名字 有他的属性和他方法写完了 下面呢 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student的类 这是一个student的类 student的类呢 他继承了 他继承了person 他的这个原理 跟前面这个讲的是 如法炮制 也是因为 也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的学生 有很多person的属性 跟方法 因此呢 我就直接继承了 那就写完了 这个基本案例就写完了 那么我们用一下 使用一下啊 使用 那vlstudent 等于6一个student 6一个student 那么我们来student的点study 同学们可以看到 我在这儿去掉 我的子类的student的方法呢 是没问题的 同时 我仍然可以去掉 他的这个收音符 这个收音符是从哪来的呢 是从他的负类来的 负类来的 因为这个收音符 你在这儿 方法 方法 你不写任何东西 他默认是public 这个在前面讲过 那么 你这个namo和age呢 也被继承下来了 它也被继承下来了 所以说 你看我在这类里面 是可以用的 在这里 这里 可以使用 负类 负类的 负类的 这些 这个属性 我记载下来 可以使用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 是能不能跑起来 同学们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底层代码 就OK了 那同学们可以看到 这个为什么没有信息 我没有给他 名字我没有给 同学们 名字我没有给 那我给他一个名字吧 好吧 点namo 点namo 走 给他一个名字叫jacky 我们再运行一下 再运行一下 好 同学们可以看到 它是这么一个逻辑 就OK了 那简单来看一下 它底层是什么事情的 简单看一下 它跟java有没有 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skite里面 这些都是私有的 它是怎么拿到的呢 把这个逻辑过一下 来 同学们 把这个关闭 我们简单的low year 我们简单就是 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OK 打开我们的extense 注意看 注意探 我们重点就观察 这两个 其他我就不看了 我首先看它的 full lay person all了 同学们可以看到 它的确仍然是私有的 这私有它怎么用到呢 不是私有不能继承吗 我说了 机制已然发生变化了 你不要老在纠结这个事 你还在想java 然后就出问题的 就出问题 你看它是私有的name和age 那么我的这一个student的作用是什么 我继承了它 那么它继承它的时候呢 同学们可以看到 它再去继承了过后 继承了过后 我们这个 这里面这是我们自己的 自己的东西 那么继承的机制 继承完了过后呢 这一段代码 它是可以使用的 原因是因为它能够使用 它能够对内蒙和age 反过的根本原因是 它调用和继承了它的 public的 public的这些东西 看到没有 实际上以前我们 大家讲学甲华的时候 老师都说 你那些属性拿过来过后 其实就是怎么样 其实这个斯卡拉 斯卡拉继承更清晰了 它为什么更清晰了呢 因为它所有的属性 都通过方法去做 这样才是一个更严谨的一种方式 明白我的意思吧 大家知道 甲华里面那个方法 它是有一个叫动态绑定机制的 而属性没有 这样子 它把那个属性的 那个非动态绑定机制 都全部给你去掉的话 这条线就很清晰 你看它怎么干的 我要去 我要去访问到 比如说刚才老师 写的这句话 注意听 刚才老师写的这句话 就是我去用那个name 你们应该感到很奇怪才对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是私有的 你凭什么用到了 其实它是这样做的 它在这里调用了 调用了这个student的 点name这个方法 而这个name方法 是这个person的一个公共的name方法 于是它的调用机制是 通过这个person的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拿到的 这个方法拿到的 而这个方法是public的 我就去 可以去访问到 这个负类里面的name 它的逻辑 发生有一点变化了 面试官问你的时候 你可不要再说 是怎么怎么回事 你得打清楚 别人问你 这是私有的 你怎么用到的 你说底层是 实际上是实际的name 而这个name是 附类里面有个 公共的public方法 被我继承的 这样来的 好 我就说到这里 我就说到这里 一个基本的案例 我们就聊完了 那老师呢 给大家进行一个 快速的版书 那我们接着往里面讲细节 好 各位同学 现在呢 我把它做一个 简单的版书 版书 这是第一个 快速入门的案例 快速入门案例 那么 我在这里 把我们的代码 给朋友们 版书到 我们这一块 加一个表格 加一个表格 然后呢 我的代码 直接从这里 复制过来 直接复制过来 那么强调一点是 这个地方 调用的是 student的name方法 这个方法 其实它本质调这 而这样子 就会调用到 调用到 我们这个person的 调用到 从person 调用到 从person 继承过来的 继承的 哪个呢 继承的 继承的 这个name方法 这么来的 这么来的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各位朋友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面呢 这个是它的 快速入门 下面就是 快速入门 截取一段视频